学生们大家好,欢迎回到233网校,我是你们的谢老师 在学习新知识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生母,你还记得吗? 来,读一读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学到过的 生母,读的时候要读得轻而短 那么,除了生母,是我们前面学到的 还有一组是整体认读音节 也就是说,生母和孕母组合在一起 我们不拼读,像这样的音节,我们直接读它的读音 一 一 乌 乌 这是我们前面学到过的三个整体认读音节 直接读它的这个读音 好 前面学到知识,我相信大家都掌握得很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从接下来这幅图片里面 找一找我们将要认识到的新的三个字母宝宝 来,看一看 小熊老师在森林里给三只刺猬 在上课 旁边呢,有一个残宝宝在吐丝 嗯,好,我们找一找今天将要学到的三个 圣母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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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残宝宝土的丝是第三个字母 丝 丝 残宝宝土丝 丝 丝 好,我们再来读一次 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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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声母我们都是读的时候舌头都是放平的 平声 读的时候注意 丝 丝 丝 也请大家把课本翻开 在书上找到这幅图片 把对应的字母写在图片的下面 旁边 读 丝 丝 丝 那这三个声母 放到前字格里面是怎样来书写的呢 我们一起把它们送回家 来看到第一个 嗯 第一个这个字 字母宝宝写的时候注意啊 就像一个 嗯 数字 二 二 平头 小二 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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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时候是一笔写成的 三个字母都是写在这个嗯 四线三格的中格位置 看清楚 写满格 上面的这个横和下面的这个横是顶格来写的 顶着第二线和第三线来写的 再来读 字 平头 小二 字 字 字 第二个字母是读 呲 是一个半圆形的 呲 呲 写的时候注意要把它写远一点 读 呲 小刺猬 呲 呲 呲 最后一个残宝宝吐丝 这个字母的形状像什么呢 嗯 有的同学说 它像 半个八字 嗯 没有写完整的一个八字 写的时候注意啊 写的时候有一点像这个残宝宝的形状啊 它身体也是嗯 弯弯曲曲的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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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一定记得舌头是平的 这样 这三个生母都是平舌音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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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么这三个字母和一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读呢 听老师读一次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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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出来了吗 当 读 读 读 单读出现的时候是读的轻而短 但是他们现在与小一组合成了一个音节 读的时候要声音要延长 要响亮 所以这样的音节我们叫整体认读音节和前面学的一乌一同样是不拼读的音节叫整体认读音节 我们再来读一次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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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音节我们加上声调之后就可以直接给声字来注音 比如说 当他们加上声调之后怎么来读呢 第一个 加上了一的上面加上了第三声 子 子 刺 刺 丝 丝 来自己再读一读看 子 子 刺 刺 丝 丝 注意到哦 这个声调写的时候是盖住了这个小一上面的小圆点的 看到了没有 好 所以我们将这样的音节写到四线格里的时候一定要找准它的位置 不能够和这个小木棍挨在一起也不能写的太远 可以要靠近它啊 要靠近它来写 找准了位置之后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上面的是没有声调的整体认读音节 下面是加上声调之后啊 带上了读音 来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加上声调之后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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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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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非常好 一定记住 整体认读音节 不拼读 像这样的音节我们都叫它平舌音 读的时候舌头是放平的 叫平舌音 好 那么当这些生母子和其他的育母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来读呢 前面三个先来读好 字啊 咋 字啊 咋 字呃 子 字呃 子 字舞 祖 前面三个都是两拼音节 第三个啊 是三拼音节 字呜 我 祖 字我 祖 中间的这个呜叫做戒母 读的时候要轻而快 啊 快速的从第一个字母滑到最后一个字母 字我 祖 字我 祖 嗯 非常好 再来看第二组 字呜 擦 字呜 擦 字呜 侧 字呜 侧 字呜 侏 字呜 侏 这个是同样是三拼音节 字呜 侏 字呜 侏 很好 seinen 尴 鸥 font 氏 诶 洒 宝 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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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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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得非常好 像这样的音节写到四线三格当中 一定要写好写准位置 声调不能离字母太远 也不能挨着它来写 写的时候要靠近它 好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直接把它读出来 砸 砸 砸碎 砸坏了 砸 否则 则 阻 阻 阻碍 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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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 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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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俗 习俗 风俗 锁 锁 门锁 锁头 都是这些 有生母育母加上声调之后 可以直接给身子来注音 左边的三列都是两拼音节 右边的第四列是三拼音节 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同学们再见